若望漠视录 第六章 以后我看见 当羔羊开启七个印中第一个印的时候 我听见四个活物中第一个 如打雷的响声说 来 我就看见 有一匹白马出现 骑马地持着弓 并给了他一顶冠冕 他向胜利者出发 必百战百胜 当羔羊开启第二个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 来 就出来了另一匹马 是红色的 骑马地得到从地上除去和平的权柄 为使人彼此残杀 于是给了他一把大刀 当羔羊开启第三个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 来 我就看见 出来了一匹黑马 骑马地手中拿着天秤 我听见 我听见在那四个活物当中 仿佛有声音说 麦子一声 值一得那 大麦三声 也值一得那 只不可 糟蹋了油和酒 当羔羊开启第四个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个活物的声音说 来 我就看见 出来了一匹青马 骑马地名叫死亡 阴间也跟着他 并给了他们统治世界四分之一的权柄 跑借刀剑 饥荒 瘟疫 并借地上的野兽去执行杀戮 当羔羊开启第五个印的时候 我看见在祭坛下面 那些曾为了天主的话 并为了他们所持守的证言 而被宰杀者的灵魂 大声喊说 圣洁而真实的主啊 你不行审判 不向世上的居民 为我们的血深渊 要到几时呢 碎给了他们每人一件白衣 并告诉他们 还要静候片时 直到他们的同仆 和那些将要如他们一样被杀的弟兄 达到了圆满的树木为止 以后我看见 当羔羊开启第六个印的时候 发生了大地震 太阳变黑 有如粗毛衣 整个月亮变得像血 天上的星辰坠落在地上 有如无花果树为大风所动摇 而坠下的未熟的果实 天也隐退 有如卷起的书卷 一切山岭和岛屿都移了本位 世上的君王 首领 君长 富人 勇士 以及一切为奴的和自由的人 都隐藏在洞穴和山岭的岩石中 向山岭和岩石说 倒在我们身上 遮盖我们吧 好避免那坐在宝座上的面容 和那羔羊的震怒 因为他们发怒的大日子来临了 有谁能站立得住 请不吝点赞订阅